蔡總統上任前就曾在美國見過坎貝爾 隔年蔡英文當選總統後 坎貝爾特別飛來台灣拜會 但兩人交情不止如此 早在李登輝總統時期 蔡英文與坎貝爾都是民德小組會議成員 負責美日台三方協調 坎貝爾不僅是蔡總統的老朋友 更是著名有台派 顯示拜登政府將繼續深化台美關係 同時外交突破更持續進行 蔡總統與克拉夫克隔著視訊鏡頭侃侃而談 儘管因為美國政權交接無法來台 美方仍用視訊方式克服障礙完成對談 即使不能親自訪台 但透過視訊及時連線 讓台美交流不會輕易被斟斷 三位兄弟已經到謝孟哲 太高了